台股今天继续下跌 不过跌幅已经是缩小了 明天盘势会怎么变化呢 我们连线留言投顾的 敲光者副总来告诉大家 副总台股昨天是大跌了189点 今天跌幅算是明显的收敛了 那么明天的盘势应该要怎么观察呢 短信上台股还是受到包括 南北韩紧张情势 以及大陆情流感的 这些利空的一个干扰 不过今天这种比较情绪性的 一个沙盘的一个力道已经减轻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就 这两天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 虽然在整个指数 它是一个下跌的状况 但是昨天成加量有将近900亿 今天成加量也有将近700亿 比之前的一个整理状况 缩到5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明显是一个量增的一个状况 换句话说 在这两天整个行情 受到这种利空的一个干扰 出现情绪性的一个沙盘的一个状况之下 台面上不是没有买盘 只是说买盘 它是利用利空的一个下沙 做一个低阶的一个状况 不然昨天不会出现接近900亿的成加量 今天也不会有将近700亿这样的一个成加量 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代表在短线上 这里行情在往下压的空间有限 所以虽然说目前整个行情还是受到利空的一个干扰 可能要上涨的一个几率不高 但是这个时间点倒是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就比较趋势性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 要把握现在目前台股受到利空干扰 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它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买点 因为如果说我们以盘面上的一个现象来看 就一些比较高价的全职电子股来看 今天宏达电公告出去 就是说第一季的获利只有0.1元 它是创下历史新低的一个获利数字 但是宏达电今天的股价不远反展 它以利空出境来做表现 那例如说像股王大力光的一个状况 三月份营收公告出来还不错 就是说第一季还有大概维持比去年 大概四成的一个成长率 所以它在今天的股价 也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状况 所以包括像大力光 像这个宏达电之前比较弱势的 慢慢的都有转强的一个现象 那公告三月份营收94.3亿 创下历史新高的联发科 它今天股价还在接近350块钱 离波段高点360块钱的一个距离 相当的一个小 像TPK城隆也还在600块之上 它们都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整理状态 那目前虽然行情并没有出现一个转强 但是如果说我们持续留意这些高价 全质性的电子股 却有领先转强的一个现象出来 那对于后续的行情 大家不用过于悲观